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上证指数明天就必须收在3220点上方 如果明天可以收在3220点上方 那么盘面会继续维持前几天的震荡走势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盘面基本背就回来了 但假如明天上证指数没有收在3220点上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基本认为大盘会正式开始往下走 另外 这里我们要紧防一种最糟糕的情况 那就是明天早上开盘 大盘直接高开在3220点附近 然后直接开始回落 因此 如果明天上证指数开盘是高开的话 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第二个问题 北向资金的失望性卖压是否会开始减弱 我们看到 对应今天盘面情况 北向资金净流出10.77亿的表现 其实并不算很差 我们知道 这一波北向资金大幅流出 有一个原因是人民币快速贬值 但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外资的失望性卖压 今年年初 外资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力度 是看得很高 但是4月和5月中国的经济数据 却是让人失望的 也就是外资发现 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 预期般那种很强的复苏 所以 因此产生了一些失望情绪 但是另一方面 最近有听到部分外资开始也在检讨 是不是自己年初对中国经济复苏过于乐观了 因为从数据看 中国经济还是有在复苏的 在叠加最近一周左右 港股市场的一批消费类股 像美团 阿里巴巴等 都有出现一定比例的反弹 所以 这是不是意味着 北向资金的失望性卖压正在减弱 而这个是我们后面几天需要观察的 至于观察方向 我们可以关注 在香港上市的美团 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股价表现 一旦外资的失望性卖压 开始减弱 那我们认为 市场离走稳 也就不远了 第三个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 TMT方向 几乎是一个全线下跌的表现 假如明天上证指数 没有收复3220点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排除 会有个股仍然保持活跃 但届时 我们更需要观察 有没有什么新的题材出来 承接这批市场上 最活跃的投机资金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